对于小孩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吃两根 洗干净的猪后腿肉用厨房纸擦干 将肥肉瘦肉分开 肥肉打得越稀越好 瘦肉稍微打完就行了 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 打好的瘦肉加盐后减水 没有减水用小苏打 然后用手抓匀,并摔打上劲 摔成这种稀巴烂 一碗灵魂酱汁加入其中 配笔都打在屏幕上了 记得抄下来哦 继续抓匀并摔打 大概九九八十一下也差不多了 再加入肥肉,洋葱,蒜末,红薯淀粉 搓匀,腌制两小时 停下半小时松洗肠衣 灌水洗两遍,也愣愣地挑出来不用 准备灌肠器,塞满腌好的肉 一段套上肠衣并打结 肉不要灌太紧了,五分满就够了 不然蒸起来的时候要抱肠 分成小段,每段都要扎孔 挂通风处,晾干表皮,这样吃起来表皮才会脆 上蒸锅水开后,转小火蒸一个小时 出锅了,不着急吃了可以封起来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再解冻 用不粘锅小火慢煎四五分钟 或者空气炸锅160度烤二十分钟 中途放一次面就可以吃了 一口爆纸脆皮又弹牙 我儿子一口气吃了三根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做起来吧